嗨 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8年的4月25號的傍晚 那我們利用下班時間 繞過來我們的伊甸園看一下 那鏡頭前面的這顆酪梨 就是前一陣子我們做的 甲植受粉提高產量的一個實驗的植株 那目前呢 這顆酪梨樹上流了好多的釉果 非常的漂亮 看得非常的療癒 雖然樹上這麼多的釉果 但是其實呢 它是釣了一大半的 我們看一下地上 地上這裡有很多的釉果 都已經釣落了 非常的多 比留在樹上的還多 那這是它的生里落果 生里落果產生的一個現象 那因為這顆樹還很小 算是第二年的產果而已 那所以呢 我們也不會期待很多的佐果 那未來如果能夠留個十幾顆 十賴顆我們就非常滿意了 那目前樹上應該還有一兩百顆吧 應該還有一兩百顆 未來如果一個枝條 一個枝條留個一顆 一個枝條留個一顆 我們就非常非常的滿意了 那之前做的甲子的植栽 在這邊 我現在目前還留一顆植栽 在我們園裡 那另外一顆我們已經移回去了 那這顆植栽 它甲子在這邊 也留了很多果 目前有兩顆比較大 然後其他比較小 那這顆呢 我們就完全不抱任何希望 因為它還很小 我們也不希望它能夠佐果了 所以到時候這些果子都會掉 然後會從上面呢 再長出新芽 重新呢 做生理的 那個 重新的生長 那明年我們會找時間 甚至今年呢 幫它找個地方地址下去 來看一下它佐果的樣子 很漂亮 所以我們這個實驗呢 算是成功吧 算是成功吧 你看這邊很多都掉落 很多都生理落果掉落 像這樣的一個枝條 希望它就是留著一顆 能夠長大就可以了 我們很喜歡做實驗 那很喜歡因為我們是 業餘的植栽者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會去找一些資料 去看一些書 書籍書刊 然後有什麼靈感的話 我們就會去做 那利用下班時間 假日時間 來一起研究 那對這方面 有興趣的好朋友 你也可以把你的 種植的經驗啊 PO上你的照片 或者你的 那個影片 那供我們做一個參考 互相研究 好 簡短的分享 就到這邊 未來這顆 若裡有任何的一個進度 那我們會再跟各位做分享 欸我現在看到一個地方 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痕跡 這個痕跡就是之前我取牙接的地方的一個痕跡 那一般的話 我做牙接 我只會在上面取牙 我不會把它全部剪下來 那當初沒有剪下來 只是取牙 所以它這邊已經復原了 那你看它的末端 它的末端 一樣 有結果 而且果實還蠻漂亮的 所以如果 樹還小的時候 我們不想剪它的枝條的時候 我們可以取牙就好了 喔 取牙就好了 好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影片 持續關注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